台北市有一名女子这个月发现拍卖账号被盗用 而且对方呢用她的账号连开四个卖场 贩售四款手机各199支 卖完可以净赚430万 女子立刻报警没想到警方回应 没设备无法处理 隔天她的账号又被拍卖系统停权 女子受到这种待遇气得向媒体投诉 那我就觉得不对劲呢 因为我没有开过卖场啊 简小姐一肚子苦水终于有人愿意听她说 她这个月发现她的网络拍卖账号被盗用 不停有人发信问她手机要怎么卖 她这才发现有人用她的账号开了四个卖场卖手机 女子报警警方只说无法处理 写个基本资料就叫她回家去 盗用账号的人用简小姐的账号拍卖700多支手机 从iPhone到小米机一印俱全 利润高达400多万 没想到远景不处理 隔天她的账号也被拍卖系统停权 她记得大骂说这根本是把受害民众当成了炸气犯 我明明是一个被害人 但是却直接被当成是又被处罚了一次 要完成这个八万程序的过程 以免造成民众的误解 这部分我们是需要再做教育的 拍卖系统负责人说 对疑似遭到盗用的账号都会先停权 避免更多纠纷 警方也说远景的训练有待加强 这平均每个月发生300件的网络诈气案件 民众真的不得不当心 记者江一人刘志在台北报道